来 好 你也吃 能喝酒吗 我 他不能喝 这给尝尝 晓晓啊 吃得还习惯吗 习惯啊你 习惯就吃啊 不好吃吗 没有 我平常本来就吃得少 你看不能吃也不能喝 估计啊 干别的事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林总 林总 高老师 来了 他 他们都来了 谁来了 我真傻 好 来来来来 高老师 大勇哥 都怪 我们来了 你好 大家好 文锦 老林 大家伙都来了 都来了 好好好 老林你这带的什么好吃的呀 红烧肉 更出锅的 大勇哥 听小王说 您家新女婿来了 这不乡亲们可都来了 哪有什么女婿呀 只是小夕的一个朋友而已 这女婿也是从朋友开始的嘛 咱们的礼数可不能少啊 对 对 不能少啊 什么意思 我们陶融村屋的一个风俗 就是 有客人来家里面了 就要把好吃的都给你 是啊 小伙子 我们这里的风俗就是 这个新姑爷上门啊 吃得越多 这说明对女方越忠实 是吗 是 是 好 来 上菜 来 上菜 好 好 壮远高 来 烧鸡一支 小伙子 小伙子 这个脖子啊 身体也很好 是 人就是眼睛 行了 行了 别吃了 老林啊 下一分 行了 剩下的东西 你们拿回家自己吃吧 叔叔 我还能吃 你抢什么呢 你是想拿吃 来证明对希希的感情吗 这能证明什么呀 你 什么意思啊 我把底四肢可以不用吃了 你瞧 这还没过门呢 就护上了 乡亲妹 当年啊 我对希希她妈 我是怎么拿出我的诚意的 你们大家伙说给她听听 对 大勇哥那双手可巧了 对对 当年大勇和文丽结婚的时候 那柜子都是自己打出来的 只能相提并论吗 你那时候是穷得 没钱买家具 这是钱的问题吗 这是你爸我 对你妈的诚意 懂吗 叔叔 我对希希也很有诚意的 口说无凭 你得拿出你的行动来 我才会对你有所改观 好 那您说 我应该做什么 你才能信任我 你能做出手工沙发来 我就考虑把希希托付给你 老林 你别开玩笑了 沙发怎么做啊 材料在哪儿 那后院一片珠海 现开现做嘛 很难吗 好 一言为定 我一定能做到 希希啊 你爸呀 还是挺护着他的 小姐妹 走了 上去喝茶去 走 我吃了 老林 好撑啊 走 走 上去喝茶去 大勇啊 你怎么会让萧怡诚坐沙发呢 我感觉不妥 萧怡 嗯 希希这么想我 你也不理解我吗 好吧 那我就听听你的高见 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记得我就跟你说过 这辈子啊 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苦 一定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呀 当然记得 而且啊 你说到都做到了 我这个人啊 没什么文化 这辈子呢 全靠的就是这双手 刚结婚的时候 因为家里穷 置板不起家具 我就自己打 打出来的家具 比买的还要好 后来呢 我种田种地 慢慢地置办起来这份家业 一个男人 你只要这双手能干活 你屋子里的女人就饿不着 大勇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不是我们那个时候了 是 时代是不一样 但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要考验一下 他这个姓肖的小伙子 嗯 家喊家喊穿衣吃饭 我不管他是什么做 你只要肩能扛手能挑 咱女儿跟着他就错不了 好久了没啊 嗯 买书 百真书 我觉得啊 你爸就是嘴硬心软 一盒消失票就跟你收买了 不是 其实我挺理解你爸的 嫁女儿就是这样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以积极的面貌 去面对这次挑战 沙发怎么办啊 能坐吗 沙发 对我还真不知道啊 不 我觉得 研究研究应该也能做出来 我觉得难 你知道吗 我爸当年做家具 就卡在沙发上了 那可太好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都做不出来的东西 我要是能给做出来 那他女儿我去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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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